团结也太狠狠了 要是以后能尝尝去就好了 偏天去 你不工作了 早 给我一个茶咖 小玫瑰 就那个粉色的 对了 我告诉你们一个大八卦 我是何鹤 昨天晚上 我看见赵总 从顾佳新的房间里出来 不是吧 真的 什么时候 哦 其实我们散了之后呢 对呀 出来的时候还在整理衣服呢 还没穿衣服 不是 没 你别穿 不是 没事 我慢慢就过来 赵总 赵总 你昨晚没回房间 是不是去了嘉欣哥哥 宁儿 我找你有事 你 就 你俩到底什么关系 我都听见外面同事说了 他们说撞见 昨晚赵总进了你的房间 昨晚我喝多了 赵总顺路送我回房间 这是什么问题吗 你骗我 我昨晚去敲门了 你为什么不给我开门 是不是那个时候他也在 妍然 有理其道 我和赵将月之间清清白白的 我不允许你这么污蔑的 财新哥哥 你现在眼里就只有赵将月吗 你明明知道我那么喜欢你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伤我 妍然 我很早就告诉过你我的心意了 但你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一一顾心 不管不顾别人的想法 可爱情不是单方面的决定啊 不担心 我讨厌你 我讨厌 亲爱的宝贝们 告白虽然是爱情中最重要的一环 但盲目的告白并不会增加你们爱情的成功率 告白是希望胜利的旗帜 你跟李燕燃没事吧 我刚刚和他一个人偷偷跑进厕所了 好像在哭哎 没事 你往里坐掉 我听说 徐总也去参加公司团建了 应该是红日小姨妈去的吧 哎 他俩兜兜转转这么多年 什么时候直接表白不就好了 徐总也表白了 你说什么 他表白了 但是赵张远没有接受 没接受 幸亏没有接受 不然我就没机会了 不是 你说什么呢 你不是他恋爱军师吗 咱不成你是说你 没错 那天我听到 徐总也跟他表白 我受不出的难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好像喜欢上他了 行 你可太行了你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俩的CP粉了 我支持你告白 我觉得你有很强的竞争力 我们的恋爱军师 为大家整理了不同类型的 告白方式 大家可以参考任意组合搭配 并选择你们最心仪的方式 向你的另一半告白 我觉得吧 告白这种事绝对不能骂我 绝对不能什么在天台上 随便说说就完事了 我得好好想想 不是吧 郭佳琪 你这个万花丛中过的大少爷 一点花样表白的方案 被选都没有吗 还有现找的 我都是被人追 追别人追我是第一次 我得想一个 与众不同的 上次齐恒给你告白什么感觉 他当然是非常甜蜜 永生难忘 就是这种 我也得想个独一过二的 有人说 郭佳琪 好好记住这次告白 你说他平时都喜欢干吗 上班 除了工作 加班 你 不是 你说他平时 哪还有别的时间 去发展齐恿的爱好 你真是太难了 我充分地同情你 不过呢 我们还有时间 我们还有时间 慢慢去寻找方案 上次多亏了你 凑成了我和齐恒的事情 所以说现在兄弟有难 只要你发话 我一定帮忙 我想到一个 今天实在太忙了 也没过上看你直播 你是大忙人 我来找你不就行了吗 最近恋爱KPI 冲得怎么样 我听说许宁远 跟你们一起去团建了 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他终于跟我表白了 真的 那你们是不是 划好月圆 牵手成功啊 他跟你表白了还不行 到底在想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我当时脑子很乱 搞不清楚我对他什么感觉 亲爱的 爱无能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罢了 那总得需要点时间吧 他也说了 然后好好考虑考虑 也是 你们都将了这么久 突然一表白 可能会有点不适应 你好好想清楚 其实也好 别光说我了 你怎么样啊 我听说 你有个新人选啊 也不算什么新人选 就是上次相亲大会 偶然认识的一个朋友 是一个离婚律师 叫文森特 对你怎么样 一直在我的石榴天下呀 我们钱老师 又开始重新出发了 你也是啊 加油哦 加油 兄弟 气色不错嘛 我有个大事要跟你商量 我马上要跟我喜欢的女孩表白了 你想不到吧 这可是我第一次追女孩 这可是我第一次追女孩 把我紧张死了 兄弟 我拿你练练啊 你帮我听听 你 赵蒋远 我喜欢你 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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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我 我喜欢你 蒋远 我喜欢你 赵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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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怎么突然不灰了呢 快 你